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专电台小主播宇童 今天我们来讲讲反华裔论证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当我们谈论玫瑰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如下命题 玫瑰是红色的 在这一陈述中涉及到两个概念 玫瑰和红色 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 玫瑰真的存在吗 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无理取闹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争论 却持续了千年之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经验的 唯明论与唯实论之争 我们在此处所谈论的玫瑰 并不指代任何一朵具体的玫瑰 而是对玫瑰的抽象 以及玫瑰的共向 唯实论者认为 事物的共向是存在的 代表观念如柏拉图的观念论 而对于具体的 特别的事物 即书相拥有优先地位 具体的不完美的玫瑰 只是完美的玫瑰 这一共向的模本 而玫瑰的共向 背后是一种客观实在 故而其具有事物本质的统治地位 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 对于这种客观实在的近似 而唯明论者认为 共向只对具体事物的虚构 仅仅具有思维的实现意义 方便于我们的思考和推理 但并不真的存在 只是个别的差异的具体事物 才是真实的 普遍性的本质是不存在的 还有一派概念论者认为 共向存在 但是后语书相存在 是主体基于对个别事物之经验的 建构产物 而无外部实体 当然 现如今意义上的实在论 与中世纪经验德学中的 唯实论 在具体内容上已迥然相逸 而这一争论之所以 延荡千年之久 是因为涉及到知识 与本体的关系问题 实在论者预设立一种 超越式的现实 这种现实独立于 感官与思维之外 人的一切知识 都不过是对于这种 现实的近似 而非其本身 且知识必须以其为基准 因此当我们的知识 观世到某一对象时 实质上也同时给出了 对于这一 只设对象的本体论承诺 这一承诺的意义在于 将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 与心理包离开来 现实独立于且外与 我们的心灵而存在 不而 真之所以为真 是因为其客观为真 这种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与我们去 如何去认识事物无关 由于我们是否能够验证它 无关 不而实在论者坚持 真理模本说 即真 所谓真 即是心理印尽 或者话语 与所言说的对象的符合 我们再来聊聊 指称的因果理论 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 某一个小孩在纸上乱涂乱画 但却在无意间写出了 薛定恶方程 小孩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们是否能够认为 小孩的涂鸦所指称的 确实就是薛定恶方程 另一种类定恶的情况是 假设人类驾驶宇宙 飞船前往一个陌生的星球 这个星球存在着另一种智慧文明 但这个星球上没有树 该星球居民也不知树为何物 而人类出于某种目的 将树的符号印记留在了该星球 那么对于该星球居民而言 这一符号印记是否只称树 只称的因果理论认为 一个词相不会内在且魔法般的指称 或表征某个对象 过而随手涂鸦的薛定恶方程 并不指称真的薛定恶方程 树的符号印记对外星球居民而言 也无任何指称 只有在这两者之间 存在某种恰当的因果联系时 质向对对象的指称才是可能的 某种意义上这种因果联系 对词对语词的指称构成了某种 来自外部的限制 而这种因果联系 既可以是直接的 比如一个人指称面前的苹果 也可以是基于历史因果恋所传递的 因为一个人虽然没见过秦始皇 但依旧可以指称他 因为历史和经验的传递性和可习得性 确保了这种间接指称的可能性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 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 我是贺子的韩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 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发明 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到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无处不在 其中这样的一个发明就是电话 目前大家公认的电话发明人是贝尔 他是在1876年2月14日 在美国申请电话专利权的 就在他提出申请两小时之后 一个名叫格雷的人也申请了电话专利权 在他们两个之前 欧洲已经有很多人在进行这方面的设想和研究了 早在1854年 电话原理就已经有法国人的包萨尔设想出来了 六年之后德国人赖伊斯又重复了这个设想 他们提出的原理是两块薄金属片用电线连起来 一片发出声音的时候金属片震动 就会变成电传给另外一片 当时主要的问题是送化器和瘦化器的构造 怎么样才能把声音这种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再传送给对方呢 最初贝尔用电磁开关来形成一开一闭的脉冲信号 但是这对于声波这样高的频率 这个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最后的成功源于一个偶然的发现 在一次试验中 他把金属片连接在电磁开关上 没想到在这种状态下 声音奇妙地变成了电流 原来是由于金属片因为声音震动 在其相连的电磁开关线圈中产生了电流 那个时候这对于贝尔来说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大家好 我是西矮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胡庆言 今天我会读绿野仙踪 多罗西很小就失去了父母 和叔叔及阿姨住在堪萨斯 他们养了一只可爱的小黑狗叫做托托 他们的房子里有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 空荡荡的 地板的中央是一个洞 这个洞通往地窖 每当龙卷风来临时 地窖就是最好的避难所了 有一天可怕的龙卷风出现了 多罗西和托托 因为来不及躲避 跟着房子一起被风卷走了 于是多罗西开始了漫长的旅行 他看着门外许多动物 家具都和他一样 被卷入了龙卷风里 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 多罗西担忧地想着 因为太累了 他会偷偷静靠着床睡着了 当多罗西醒来的时候 房子已经降落在一个 不知名的城市里 周围有很多人在欢呼 原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可怕的巫婆 正好被多罗西的房子压住了 只剩下一双脚露在外面 大家都很高兴 多罗西却高兴不起来 他只想快点回家 人群中走出一个小五屋 他给了多罗西一双有魔法的鞋子 还有一个会永远装满食物的篮子 并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找大魔师奥斯 只有他才能帮助多罗西回家 走着走着多罗西遇见了一个稻草人 稻草人得知多罗西是要去找大魔法师奥斯时 便问 我也想请大魔法师奥斯给我一个聪明的头脑 不知道他肯不肯愿 给我 我能跟你一起来吗 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起出发 走了一会儿他们又遇见了一个铁皮人 因为关节很久没有上游生了锈 所以不能动 多罗西帮他上游 铁皮人能够活动了 当他和多罗西联系了一下 得知多罗西也要去找大魔法师奥斯时 就说 我好想有一颗心 这时 书后面走出一头害羞的狮子 他说 我想要拥有勇气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 一天傍晚 他们经过一片樱树花田 多罗西 托托和狮子 觉得越走眼皮越沉 原来是樱树花 发散出一种会使人昏睡的香气 稻草人和铁皮人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抱着多罗西和托托 逃出了花田 狮子也非常努力地跑着 但是樱树花的味道 实在是太浓了 狮子最后还是陷入了昏睡中 稻草人和铁皮人 试着将狮子搬走 可是狮子实在是太重了 他们只好离开了 并祝福狮子能在梦中 得到他想要拥有的勇气 稻草人和铁皮人把多罗西和托托 带到了阴阳的地方 等候他们醒来的时候 草丛里突然跑出了一只田鼠 后面紧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野猫 铁皮人将野猫赶走了 紧接着 许多田鼠从四面八方跑过来 原来铁皮人救下了田鼠国王的王后 为了报答铁皮人的救命之恩 田鼠们决定帮助铁皮人 将躺在樱树花丛中的狮子救出来 铁皮人感激地说道 它是一头好狮子 一定会用一辈子的感激感谢你们的 田鼠们用树枝做成轨道 河里将狮子拖出了樱树花田 这时多罗斯和托托也渐渐清醒了 两天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翡翠城 找到了大魔法师奥斯的皇宫 宫门前颤着几个守卫 每个人都戴着绿色的眼镜 有一个守卫告诉他们说 大魔法师奥斯已经很久没有接见外人了 多罗西说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 才到达翡翠城 守卫答应替他们传达消息 但是他们等候在外面的这段时间里 必须戴着和守卫他们一样的绿眼镜 四十分钟过后 守卫出来了 还带了好消息 大魔法师奥斯答应见你们 不过一天只能见一个 守卫说完便带他们来到房间里休息 这个房间实在是太舒服了 这晚大家都睡得好香好甜呀 第二天早上 守卫叫醒了多罗西 说是大魔法师奥斯想第一个见他 多罗西来到大魔法师奥斯的房间里 只见一个好大的脑袋躺在地板上 这就是大魔法师奥斯 他慢慢地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多罗西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大魔法师奥斯又说 如果你能帮我消灭西方的化物破 我就送你回家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至于下次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请听下一集 谢谢大家 那今天庆年讲了绿野仙踪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在小时候幻想过 穿越到童话故事里当公主呀 我记得想过是想过 但是之后慢慢开始自己写了 就感觉就不太喜欢带入了 我小时候也想过 我甚至会披着被子到处跑 然后现在看见有八岁小孩 然后已经考到钢琴十级 各种拿奖 国际大奖 我八岁的时候还在网上搜 史莱姆如何没有成形水成形 笑声太魔性了 虽然绿野仙踪里没有公主 但是有没有幻想过就是直接进入到童话故事里 跟主角们做朋友呢 紫涵 你有没有幻想过跟童话里的主角做朋友呢 我没有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八岁小朋友才算正常一点的呀 好问题 我不知道 好问题 你不知道的话 我也不知道 雨桐你喜欢 雨桐你喜欢跟哪些主角做朋友啊 我喜欢跟聪明的不拖后腿的 然后不随便每个人都要帮的 我也是 那我们一起去哈利波特吧 让我们一起去哈利波特吧 让我们一起去哈利波特吧 让我们一起去哈利波特走朋友 哈利前妻还是有点傻的 确实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喜欢的故事吗 我其实我其实之前主要看的都是哈利波特 其他的我比较棒 那我今天讲的哲学你听懂了吗 没有 太诚实了 没有 好吧 其实我现在讲了我自己也听不太懂 然后要上网搜 然后这个反驳这个 然后另一个再反驳这个 我该到底怎么写 然后想来想去 然后玫瑰是红色的 玫瑰存在吗 什么是红色 红色存在吗 什么是紫涵呢 紫涵是红色的吗 哎你说这样慢慢问着问着问下去不会把自己逼疯吗 所以学者学了很多人弄风教了呀 也有也有开心的嘎吊 秀终正寝的 但是 哇哦 只要不想太多就好了 然后想到一定地步 然后 然后 十二七指 然后不想了 摆烂吧 摆烂吧 摆烂最舒服了 正常的八岁小朋友就该摆烂 刚上学也不需要很努力 然后 努力大了也可以 但是 毕竟是小朋友 女童的童其实也是红彤彤的童 所以 哦 我也姓马 我爸爸希望我是一匹红色的 飞马 但是我觉得我这辈子是变不成红色的飞马了 紫涵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希望你变成一个紫色的韩 我的妈呀 我忘了紫 为什么就是有紫这个字了 但是韩 就是爸爸妈妈想让我成为有韩意的人 韩意是什么呀 我好像不是 只知道韩语 我只知道韩阳 韩意是什么 韩意就是比较有内涵 但是你看我这样子也没内涵到哪去 我们还没到18 需要来日方长 还没到18不怕 现在就 那就应该是一个12岁小朋友应该有的样子 和一个14岁小朋友应该有的样子 但是我好像跟12岁的小朋友不一样 其他小朋友12岁还在认真学习 我已经在想如何开车撞人了 紫涵你感觉自己正常吗 应该还可以吧 可以吧 那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正常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东西需要是正常的 正常就一定是正常吗 人就一定要是正常的吗 人真的存在吗 正常真的存在吗 人到底是什么 那喜欢法医到底正常吗 什么 喜欢法医正常吗 作为一个看过很多法医小说和法医破案剧的人 我拒绝回答 好看还是不正常 好看还是不正常 那我们再用 好哲学的角度来解说一下法医 法医是什么 一定要解剖尸体吗 一定要有人来解剖尸体吗 一定要 发展事情的真相吗 一定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是人们所想的 ο 该怎么办 我应该知道 不许ming 你看 就也有 我应该知道 我应该� Smith 想吧 这个 等待 我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对吗 谢谢 我也知道 很奇葩 好吧 那我没有说什么 今天是小年 祝大家小年快乐 然后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